各位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鼎鼎大名的圣赞克医师,也是broker,也是REC Development的President CEO,TJ先生。 嗨,大家好,你们都是在,现在在准备拿那个broker agent license吗,还是,就是想要对这个房地产投资的这个多一点了解呢,都有,对不对,对,我叫TJ,我多个名字,我姓肖,然后我叫庭章,肖庭章,我从台湾来的,我很小时候就来美国, 我差不多,不要讲我年纪的,但是我是差不多中学就来美国了,然后一直住在这附近,从那个,我那时候是,我是Saint Marino,还是我毕业的,然后之后就去这边的UT系统去读书,然后后来我是,还是在美国读书的啦,我是UC为毕业的,那时候进去 去UC,去UC,去UC Riverside,美国的UC Riverside那时候,那时候有点糊里糊涂的进了那个,一个,一个medical program,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Combined的那个医学的,Combined就是说,它就是把那个,普通的大学跟那个医学院联合在一起的,平常在美国要上医学院的话,就是说你要上四年的大学嘛,然后再上四年的医学院,那你就是,呃,医生,然后就可以开始去实习这样子,实习完以后,他要再读很久,那他这个,这个program就比较奇怪一点,那这个program呢,他就是给你读七年,七年呢, 他就是三年呢,在那个UC Riverside,然后四年在UCOA的medical School,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是无里糊涂进去了,因为就随便签嘛,然后想说,啊,UC Riverside有这个位置可以进去,结果进去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收了五百多个学生进去这个program 啊,进去,就是说让你可以七年以后出来就有那个医生的执照,那结果进去了以后,才发现五百个学生呢,他们从五百个学生,不是五百个都可以当医生,是五百个学生,他只收二十四个学生,然后到最后可以当医生这样子,然后结果在三年之内,他从五百个学生刷到二十四个,二十四个人进去UC Riverside的医学院,那,呃,那时候我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不过就是努力读书,后来就进了这个医学院,后来变成UC Riverside的医学院的医生,然后呢,我后来就是 就是去实习,然后实习完毕了以后,去实习,然后就是后来就决定,本来想要走手术科的,因为小时候喜欢画画嘛,觉得说啊,喜欢画画的话,当画家的话就可以,基本上就做整形外科手术就好了嘛,反正画得不错嘛,对不对,结果开始做很多这些美国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手术的这个,呃,呃,这个手术的,呃,呃,在手术台上面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呃, 那时候做了什么整形外科手术啊,开胸的心脏手术啊,血管的手术啊,什么手术的科目都动过,还帮人家生过很多小孩子,不过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呃,我不是很喜欢碰病人,就是说,呃,自己大概不会当一个很好的医生,所以,呃,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尽量走,就是不会碰到病人的科目,后来就决定走那个肾脏科,进了内科以后进去肾脏科,然后从肾脏科,内科到肾脏科呢,又要花 差不多,你要先当三年的内科医师的那个,拿到指导,三年的内科医师指导拿到以后,再过两年的这个,呃,这个肾脏科,后来全部都拿到了,当了肾脏医生嘛,对不对,然后,呃, 啊,逼了,出来,然后,开始,开始实意,呃,呃,行医了,就开始看病人了,然后,看病人看病多久,这就觉得说自己很不会当很好的医生,因为心情一直没有在那边嘛,那时候开了一个诊所,在那个China Town买了一个,买了一个诊所,买,呃,那时候买多少钱买,27万,在China Town买下来以后呢,花了超多五万块钱,先去做装修,然后, 然后,就,呃,就,呃,就开始看,就开始,想要开始看病人,结果,看了差不多三个病人,呃,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医生的partner,然后,结果就觉得说被这个医生的partner欺忽,所以就不是很想要看,然后结果后来就算了,就把这个诊所卖掉,就昏巴拉洞卖掉,我们买27万,装修了花了五万块钱,卖掉了73万,然后结果,卖掉以后,算了,再,再买 其他的,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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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买,又卖,又买,又卖,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在做这个,都是在做什么,就是算是投资的动作吧,我们从,一开始从condo,买condo,卖condo,从买apartment,买apartment,从买shopping center,然后买shopping center,然后买shopping center,ok,然后要不然就是开始盖东西,那时候在Pasadina就是要开始盖东西了,我们第一个project是在Pasadina买一个60万的地,然后60万的地, 第一呢,就是说把它,一年的时间把它充,本来就是一块地而已,然后把它分割成七块,可以盖的,等于是七个condo在上面,60万把它,就把图画出来,60万就卖掉了150万,这个还不错嘛,这个也蛮好做的嘛,就是连盖都没有盖,就直接把它卖掉了,对,所以就想说,那就可以盖东西了嘛,后来就又买了一块地, 就是一个房子在上面的,这个房子在上面的时候又把它分割成三块,然后把它卖掉,不是分割成三块,不过这个就有盖卡了,就是说盖卡以后,那个房子本来才买50万,那把它重新分割完了以后,分割成三个,然后盖成了三个condo,三个condo卖掉是一个卖差不多70万,ok,那也不错嘛,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就是, 后来做的就是都是投资这一块,那时候当医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进进出出嘛,就是又买又卖又买又卖,一年有时候这个进进出出,基本上比大部分agent所做的都还多嘛,ok,比大部分agent,大部分agent大概一年可以close大概十个二十个transaction就不错了,但是我们都是现买现卖的,所以就是说你进去一次就是一个escrow,出来一次就是一个escrow, 有时候一年都进出来大概四五四个escrow都有,就是这次买,一直卖嘛,那我那时候在当医生的时候,就是一直不是很上心来,就是我们做这一颗肾脏,我们做这一颗肾脏,肾脏科的医生,对不对,基本上呢,大家大概对这个肾脏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你肾脏没有功能的时候就开始需要洗肾,那需要洗肾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呢,就是 基本上就是说,做一台车子,然后那个洗肾中心,然后呢,就是要在这个洗肾机器,对不对,那这个洗肾的病人呢,基本上在美国,美国政府会给这个病人一年,就是说用洗肾的费用就五万块美金了,ok,就五万块钱美金了,ok,所以你要是手头上有一百个病人的话,等于说一百个病人,一个病人就可以,你这个有一百个病人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洗肾中心可以从政府拿, 五百万美金,对不对,一个病人有五万块钱的话,那一百个病人就五百万了嘛,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医生呢,就是肾脏科的医生,大家都在抢病人,就是说今天不是这个人,这个医生,透那个医生的病人,要不然就是,就是大家就是在,像我们这个做事情就在抢这个病人一样,那我是因为我觉得说我不是,不是,不会,不是这么喜欢去跟别人抢病人,所以后来我有些病人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自己照顾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 跟他们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我把这些,我介绍其他比较好的医生给你,后来我就把我自己手头上所有的病人,全部给我一些同事们,就是说,哎这个,你们帮我照顾好他,就把他们全部给其他同事,然后结果大家说奇怪,怎么听见你,大家都在抢病人,我为什么要把病人留给其他人,我就说,我觉得我照顾他们照顾的不是很好,结果他们就,结果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后来我就都没有事情做完,我都没有病人, 但是呢,结果就有一个起身医生就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你帮我代班,代班可以啊,代班的话就,我自己不用照顾这些,就是说不是我的病人吗,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就没有这个,肺肉感觉说没有把他们照顾好,对不对,所以呢,到后来就是,后来就是说,从一个医生要我帮他代班,到两个医生,到三个医生, 就是大部分大家要代班都是礼拜六礼拜日,或者是,哦,礼拜六礼拜日,或者是在这个假日嘛,对不对,所以,本来是,一个医生,比如说有20个病人好了,每天要去看,因为他们叫我去看的时候,开始两个医生的话就40个病人,三个医生的话就60个病人,所以有时候礼拜六礼拜日我一定要看超一百多个病人,两个,因为大家都有,都都只相信我说要我帮他们代班,所以就变成大家都,我去帮大家看, 有时候,一看就要看,一个,一天就要看一百多个病人,两天一个weekend,就是礼拜六礼拜日,一天下来,两天下来我就要看超过两百多个病人,结果反应会这样子,所以声音又变得更好,所以很疼痛,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就常常没事做,因为大家礼拜一礼拜五就上班嘛,然后礼拜六礼拜五我就去看病人,所以,反而就是说,平常一个医生他看一个礼拜,比如说20个病人,乘一个礼拜的话,五天或七天也140个病人,我常常 那一个礼拜两天就两百多个病人,然后到礼拜六礼拜,到那个,尤其就跑到那个假日的时候,到Sainsgiving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啊,有时候一看就是,嗯,一两个礼拜下来,全部每天都工作到12点这样子,不过好处是这样子,就是看完了以后礼拜一这些病人就全部不住我了,全部都是回去给这些医生们了,所以跟我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不会有这么对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因为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五没有事情做,所以我就一直打高呼球啊,要不然就是,哦,玩玩房地产就这样子,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点算是踏上贼船吧,因为我有投资房地产,然后结果房地产他最后跌得很惨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跟我在一起的一个partner,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律师,他就跟我说,嘿TJ,你要不要来做这个,要不要来帮帮我,帮帮我做这个法拍,法拍的这个 生意,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要不然就试试看嘛,这个法拍的生意,大家在这边是不是都想要当agent或broker呢,还是,基本上在美国的agent和broker的话,他们的生活比较像我当医生的生活,就是说他们是礼拜一到五比较没有事情做,礼拜六,礼拜日或晚上就非常忙,那,大部分的生活比较像我当医生的生活,就是说他们是礼拜一到五比较没有事情做,礼拜六,礼拜日或晚上就非常忙,那,大部分的生活比较像我当医生的生活,就是说他们是礼拜一到五比较没有事情做,礼拜六,礼拜日或晚上就非常忙, 他们的医生都是,大部分的医生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非常忙,礼拜六礼拜也非常忙,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工作七天嘛,那,结果我那时候变成就是说,好吧,我开始做这个法拍,法拍的话是这样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有法拍,只要银行有上班,那个政府有上班的话,基本上都有法拍,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礼拜六礼拜日每次,结果我开始做房地产跟A9反而完全相反, 变成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上班,那其他房地产的大部分都是刚好就相反,都是礼拜五,一到礼拜五没有上班,只有三礼拜六礼拜日嘛,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开始买,每天买,就是买这个法拍的东西,那时候出来的东西好多,一天大概超过多,有一千多栋房子都被拿出来拍卖,而且到处什么地方都有,OK,华人区啊,什么orange county啊,每个地方都有,每天看着眼花缭乱,嗯, 那后来,后来就是说,我们就,本来都是帮别人买,帮自己买的比较少,然后后来就开始,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帮我们自己买,帮别人买这样子,那时候再买的话,有时候一年大概买有差不多一百多栋吧,大概四五千万的,每年有差不多四千到五千万的增加量,那现在,后来就是变成就是说,开始买一些,除了法拍之外,就开始买一些银行物了,OK, 我们今天大概,我在想大家在这边比较想了解,就是在美国呢,怎么样去从这个房地产这边来赚,来赚大钱,嗯,基本上,因为我在跟大家讲这么长的故事,大概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一部我在做事情通常就是说,好像都是跟, 跟这个一行所做的事情,变得有点相反,你知道的意思吗,就是跟所这个每一个行的行业有点相反,洛杉矶的这几年的这个房地产,涨的是蛮多了,不过很多,跟很多地方,其他地方比较起来,还算好,并不是涨的太多, 如果是你们有去过什么温哥华啊,或者是去三番市的话就知道了,那些地方他们占的,占的又比我们这边更夸张,而且夸张蛮多的,那我可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知识,是我们这部这个法拍的这个地方的知识,基本上就是说,来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货源吧,货源好了, 今天你们要是买一个股票好了,OK,你买一个股票,比如说Apple好了,现在Apple股票只100块好了,你觉得你买Apple股票100块,你可以买到90块吗,要是大家都卖100块的话,然后你可以买到90块的话,那是闭着眼睛就直接断10块钱了嘛,对不对,OK,所以你觉得说,你有可能我买Apple Pro股票100块钱,你可以9块钱买到吗,90块钱买到吗,马上断10块钱,有可能吗, 是有啊,今天你要是accredited investor的话,就是你wholesale purchaser的话,你一个股票刚他刚上跪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会先让这个,就是说做投资人,他先买一次,买一次完了以后再由你来买,你懂的意思吗,这些股票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嘛,懂得我在说什么吗,本来是100块钱的股票,OK,他还没上跪之前呢,他让这些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这个就是accredited investor,就是说他们已经有 这个已经,可以说他们之前已经买很多的,先让他们买一票,所以等到你买到本来一个40块,就是本来50块的股票,他们都已经40块先买过一多股票,然后再50块钱让你买,那这些买40块钱的人,他们让你50块买,那他们不是,一买下来他们就直接赚10块钱了吗,OK,我们在做房地产,基本上也差不多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wholesale的步骤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可以买到便宜呢,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房地产跟股票的差别就是这样子,今天你要是你的邻居全部都是卖100万的房子,你要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90万买到的话,他是不是你就直接赚10万块钱了,对不对,那怎么样去做这些呢,OK,我知道说在座的各位应该身边都有很多agent或broker的朋友, 他们呢,都有这个MLOS的access,就是说我们在说这个传统市场的这个房子的房源的货源,OK,为什么呢,这个货源呢,基本上是 不是这么复杂拿到的,基本上你只要就是说对这个电脑知道什么去用的话,都可以找到这些货源,因为你在Zillow上面也可以看到,Zillow基本上一打过去,现在我们在Arcadia用哪几种房子,你现在可以卖的,那要出价多少钱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拿到,对不对 我也可以拿到,OK,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些货源,要不然你去Redmond也可以找到这些东西,你去Truly也可以找到这些东西,这些网站基本上达东小益,他们拿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拿到,就从我们所说的MLOS,OK,要是拿到agent license的话,你可以知道说每栋房子一些更细节的细节,不过基本上你要找到他们的资料都不是很困难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MLOS 接下来给大家看的这个表格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买不同样的房源,从每个不同样的房源你可以需要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需求 像我们来说这个传统的买卖房子,第一,你需不需要全现金不用,为什么你可以用贷款嘛,对不对 看你这个本身你有什么样的条件,需要什么样的贷款,你不需要全现金来买 然后几乎百分之百,你必须要经过我们所谓的这个贷书就是Escro,OK 然后你买的时候很干净,就是说你买的时候你有经过这个很多的这个contingency 就是说你可以经过inspection,就是说确定这个房子没有问题啊,经过这个拔移啊,然后确定就是说你这个贷款出来没有问题啊,你的估价出来没有问题 这些东西都可以全部做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这种房子,OK 然后呢,再也要,再也就是说你买到的时候,前面的屋主就会走掉了,你不用担心就是说前面的屋主不会走掉 你可以确定就是说前面屋主走掉以后,你再close escrow,就把这个escrow给关一下 然后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做inspection嘛,然后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你都可以经过一个我们所说的房地产的仲介 就是我们说的agent,real estate agent,就是broker for agent 大家要是有看refin的话,他们都会跟你说,说OK好,你现在看到一栋房子跟你agent看到一栋房子好了 要是你不跟你的agent买,跑来跟我买的话,我还会退钱给你,OK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agent大概可以,比如说买一栋房子一百万 你的agent大概可以赚个,比如说五万块钱好了,那他可以赚个五万块钱 那这个refin呢,他就说你不要用你前面的agent,你过来找我,我会退一半给你,OK 为什么他不用做什么问题,什么屁事都不用做啊,他就只要帮你close escrow 帮你把这个文件做好,就好了,然后他基本上他可以剃掉你的agent 然后他可以赚一半,对不对,所以就是要见过这个agent嘛 然后再来就是买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产权保险,产权保险就是我们所谓的tidal insurance 这是保障说说你这个产权要是有问题的话,那他们会去帮你去告去做所有该做的事情 OK,然后当然这个也可以拿来做地产投资啊,我们之前在买这些东西,地产投资的话就是你需要眼光很好 要看到说,比如说你看到什么,OK我们可以讲这个地产投资的这个是什么意思,OK 然后可以上MLS系统,必须就是可以看到,我跟你讲,我们在说这个MLS的话,这个传统的投资的话 要是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他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agent 而且你到zero和revenge全部都可以看到,OK 今天要是一栋房子比如说本来价值100万的,OK 他上市90万,OK,就是说你在MLS看到90万,但是他隔壁都是买100万,表示这个房子大概有100万的价值 比你看到90万,OK,但是你看到90万的时候,他也看到90万,他也看到90万,他也看到90万 大家要买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房子买100万,可以买90万 那你觉得你还可以90万买到吗? 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下90万,结果有91万,另外一个又表92万 结果标到最后常常就超过100万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发生很多的,像这种问题嘛 那时候看动一动,比如说在Summerino房子,然后觉得这个不错,然后赶快下标 那时候起标价是起开始的时候是110万 然后110万的时候,我连看都没有看,我就闭着眼睛,我就直接写了offer过去了 110万我要 然后结果就很高兴地打电话,突然问我一群,有没有接受我的offer 他说没有,现在110万,你是想要多少,110万 他就说应该是不会回答吧,要多少钱 他说现在至少130万才会被考虑吧 130万,130万,我也没有去看130万,赶快就写一个offer进去 然后结果我想说至少他会给我回一个,说说会不会买到,他至少会回我 他连回都没有回,过没有多久他介绍一个offer是175万 在Summerino 这个就是说你在市场上面买的东西,你只要说说这个东西呢 它有一点点价值的话,基本上你很难说说 买到便宜 为什么,你买90万,等下看到的人每个都会加上去嘛 所以你100万90万的东西,你不可能90万就买到 等于说大家都会加上去嘛,这个就等于买到 所以除非就是说你有什么 你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眼光 可以看到就是说别人所看不到的地方 OK 像比如说 好,我现在买这栋房子,对不对 然后别人不会去看到一样东西 所以就是说他们不会去看这个房子的中午 这个中邻就是说这栋房子本来是 它是一栋房子在上面 不过呢,这个房子能不能分割呢 OK 大部分房子都是没办法分割的 因为他们这个中邻就是说 它这个地的这个,是在譬如说 整盖一栋房子的地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说一栋房子 分割成三块或什么那些就是这样嘛 但是你要是说你这栋房子呢 是譬如说,我们买到 譬如说一个两个单位的 在上面 但是其实它是可以分割成五个 OK 分割成五个我们可以盖 就是说这个Condom的全新的话 它的价值又很高 就是你可以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潜力的话 那你可能在这个传统市场上面可以赚到钱 我讲这些大家了解吗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 然后结果真的被你讲中了 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给大家拍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林达室买了一个 最近要Clos Estro 买一个两个单位的这个 Farm and complex 这个也没有做中领嘛 就是说我们 买90万但是 那时候真的是很烂 然后很烂的以后 我们大概知道怎么去装修 可以90万然后做一些装修 大概花了六万块七万块 做完装修以后现在可以花掉130万 那就是说你要有办法去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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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力在 你要是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那当然你在传统上面 传统市场上面可以赚钱 但是呢 这个机会就非常少了 因为你基本上 你要看过几千个 几万个这个房产之后 大概才可以看到一个有这样子的这个 嗯 这种潜力 OK 那 嗯 当然啊 我们现在 在MOA上面买不到东西的时候 要买什么东西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公司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以这边你们大部分 我们去REMAX 或者是Teller Wallet 或者是去 Cold World Banker 他们不会给你们东西 就是说 剩下的这些房源 这些房源 法拍 短售 REO 银行屋 OK 大家可能听到很多 OK 我要去买银行屋 我要去买法拍屋 我要去买 短售 短售 REO REO OK 他们之间呢 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对这方面 了不了解啊 嗯 不了解吧 对不对 只是说 要把这三个全部解释清楚的话 又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故事 OK 我们把这些就是隆总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所说的就是说 这个 Distressed Property 就是说 Distressed Property 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 屋主呢 前屋主 他们呢 缴不出贷款 他们贷款嘛 贷款的话是要缴一个 每个月要 有一个房贷 那房贷 要是开始没有缴的话 那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比如说 我们工作没了啊 钱赚的不够啊 付不起这个 贷款啊 对不对 付不起的时候 然后 他们就会产生 产生出来这个 REO 短收入或法派入的问题 OK 那 简单来讲 OK 简单来讲 你开始没有办法付贷款的时候 银行不能直接把你房子给拿走 他们一定要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 才能把你这个房子变成他的名下 变成他名下以后 他要再经过另外一个法律程序 把你赶走以后 他才能拥有这种房子 OK 所以呢 在还没有 在还没有 银行还没有把这个产权拿过来之前呢 他要是拿出来卖的话 这个叫做转售 OK 大家懂吗 还没有去 经过这个法律程序 把这个名字拿过来 他要经过法律程序 把这个名字拿过来 一定要经过法拍 OK 一定要经过法拍 然后经过法拍了以后 他才有办法变成这个房子变成是他的 然后再做另外一个法律程序把他赶走 这房子变成他的呢 变成银行的时候 我们就叫他是银行屋 这很简单嘛 银行拥有的话就是银行屋嘛 对不对 基本上我们公司专门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从这三个地方找到新的房源 OK 而且这个新的房源是多少呢 我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天 买一栋到两栋甚至三栋房子 诶不少了 你一天可以买一栋房子 你算一算一年可以买多少栋啊 一年大概就可以买个 对啊几百栋都有啊 OK 而且都是比市场上便宜的啊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我们所说的 我跟你讲喔 银行屋拍卖是我最讨厌的 Probey sale OK 你可以说说 反正就是我最讨厌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买到以后 比如说我今天买到一栋房子 本来一百万 好我九十万买到了 对不起你要再等一下 等两个月 看看有没有人决定要 出的价钱给你高 我们还要再等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卖心 两个月以后呢 人家出的比你高 这房子还是他们的 OK 那两个月以后 好 房地产账上去了 大家看到说 你有这种房子在九十万 现在本来是一百万了 现在账到一百一十万 好 我看再次回来 不要再帮你多 不要上去五万块钱 十万块 变成一百万 还有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我很讨厌 这个所说 所谓的这个义柱拍卖 Probey sales OK 他是一个 在洛杉矶这边 是一个很出名的 叫做什么 Kimberly Wilson的这个 律师专门在搞这个 排卖 另外这个就是 碎拍 碎拍的话 我们最近大概 今年 今年后明年 大概可以看到很多 这个 跟我们国内的 国内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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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来美国买房子的原因 大概 因为 之前很多现金过来美国 买这些房地产 然后买完了以后 现金都买好了 但是他不晓得 还要再加这个税金 然后结果 现在这个钱出过来了 加不起这个税金的时候 过没多久以后 这个房子 有可能被碎拍 所以过没多久 大概可以看到一批 碎拍拿出来卖 如果這個睡拍呢 基本上就少會洗這個 沒有叫這個POPPY TAX 只是這個睡拍呢 就是比較少一點 一年大概也只有兩次而已 不曉得我們在做法白是每一天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新開發的嘛 新開發就比較像我們之前在做的 我們中國人是很喜歡買這個新的房子 感覺比較舒服一點 只是說這個新開發的房子呢 基本上就是說 像新車一樣一買下來的時候 就馬上有一個 價錢就連結下去了 像譬如說很多這些新房子 是開發在 大部分在這附近的新開發的房子 基本上都太貴了 那些年 拿Arcadia來講好了 新開發好多房子 那時候新開發的時候 大家在算的時候 都覺得說一棟房子可以賣到 五百六百塊錢一尺嘛 所以新開發出來後 這些房子基本上他們都想說 可以賣到差不多三百到四百萬 甚至五百萬都有 再想 然後結果沒想到 現在這個 等到你開發完 等到房子是全部蓋出來 過了今年兩年以後 現在這個資金 國內資金現在不能過來美國了 現在這個Arcadia房子 大部分都停留在這邊 這些全新的房子 全部大概都要漲掉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借錢過來蓋這些房子的嘛 所以借錢過來蓋這些房子以後 現在這個銀行貸款 開始 看不出來啦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買一棟房子在 Saint Gabriel 不過是Sumberland的學區 然後呢 他蓋好了以後 差不多 全部花了兩百五十五塊 現在兩百萬大概也買不掉 因為我們覺得說 價錢可能過高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可能要給滿多錢的 有沒有任何問題啊 所以大致講一下法牌屋好了 法牌屋的話 這個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去抓這個法牌屋的訊息 REC Development 就是我們這個 瑞加房地產公司 也是我們的公正 他呢 他每天呢 即使到現在呢 每天都有差不多 將近五十 差不多一百多棟到兩百多棟的房子 拿出來再買賣 OK 在洛杉磯 我說這一兩百多棟呢 是只是在我們 以我們中國人華人區 就是說我們公司會有興趣的地方 在拍賣的地方 就每天都一兩百棟拿出來買賣 哦 那一等要是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公司的這個email list 就是說我們公正 因為我們公司我們每天都會給我們 就是有興趣的投資者 發一個信箱 就是 呃 跟 就是會給大家 就是說看 我們公司或者法人會有興趣的 呃 呃 這個 隔一天要法拍的這些方式 所以就是今天 要拍 呃 明天要拍 我們今天會把明天要拍的訊息拿出來 送出去給大家 那在法拍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要想 想個教 就是說 法拍這個問題呢 就是這樣子 一百多棟 譬如說一百棟 你房子要出來拍賣 OK 真的會出來拍賣的話 大概就只有 差不多二十棟 一百棟會被抓到二十棟 OK 為什麼呢 今天你房子要被拍賣 你是會想盡辦法來 不讓他去拍賣 OK 然後美國是一個很注重人權的國家 所以他們會想銀行可以要 要是發現有任何理由 說這個 這個 procedure 就是他們任何地方一個地方做錯的話 他們就會停止這一個拍賣 OK 他們有很多小動作 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 這個小動作 就是說 啊 第一個就是 bankruptcy 就是說 申請破產 再拖延給各位給我有點時間 我申請破產了 那就可以拖延 而且可以拖延幾次 申請破產 他們可以告銀行 他們可以申請no modification 就是把這個 貸款把它改掉 所以他們很多 有的沒有的小動作 可以來延遲 再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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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延遲到一年兩年都有 才真的被拍賣掉 我們因為做法拍 做了很久 所以我們什麼樣的故事都看過 OK 而且你買下來以後 他們也不見得 他們常常人都還 他這個東西又很很很很很 很刺激 因為你每天有一百多棟嘛 你不可能一百多棟全部都去看嗎 對不對 你去看完以後 一百多棟 你只有二十棟拿出來拍賣 那去看一百多棟房子好了 很努力去看看一百多棟房子 你隔天至少有八十棟 就全部都沒有看不到了 那你不是全部浪費時間嗎 對不對 剩下的二十棟呢 他呢 可能呢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產權不好 OK 產權有問題 產權有問題怎麼解釋呢 這個是 產權 因為在美國在買這些東西 我們在做買這個法拍 基本上就是買產權 我那時候我們開始做法拍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棟房子 在Berry Hill 在那個Century City那個地方 非常好的一棟房子 在Avenue Star Condor 那時候房子的價格 它的市值差不多八十萬 市值八十萬 起標價呢 是 十五萬 OK 它的市值是八十萬 起標價是十五萬 然後結果 我們去標啊 在標的那個小姐還在上廁所 她說這種房子要開始標了 要標標 要標標 因為十五萬 要了 就只有我們一個人去標 十五萬 八十萬 我房子十五萬買到 有可能嗎 不可能事情嗎 世界上它有這麼好的事情 就是因為產權有問題嗎 所以基本上產權有問題 有東西買到了 所以有可能這十五萬 就全部都不光了 因為 OK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常常美國人他們在貸款呢 他們有說的這個是 第一森位 第二森位或第三森位 OK 那 基本上就是 意思就是說 好 我今天 譬如說這棟房子是一百萬好了 我第一家銀行只均一借 我借到七十萬 所以我還有三十萬 我要自己放三十萬的本金進去嗎 還是買多錢啊 一百萬我要拿三十萬出錢出來 我只要借到七十萬 那美國人他們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花他們 我應該花了錢 對 他們明明沒有這幾錢 他們還是要把他花這樣 我還要這三十萬 OK 我還是要把他借出來 所以他跑去另外一家銀行呢 就多借了十五萬出來 OK 他就借十五萬出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他們次貸 第二貸款 然後有時候就跑去第三代 六個 credit card又欠了 他們會放你這個東西 他們會輸出這個交給ELOC在上面 那基本上在美國 在加州的法律是這樣子 你只要是買到是第一老大的話 比如說第一貸款的話 你可以把後面的全部都砍頭 OK 哪一個先去 比如說我今天買到的是 八十萬好了 OK 我今天買到的房子是 我買到這個產權 是八十萬這個銀行它的產權 那這種房子現在 譬如說只價值六十萬七十萬而已 OK 譬如說一百萬的房子還跌下去了 一百萬跌到比如說七十萬 你買到了這個八十萬的產權 但是你買到的是五十萬 譬如說八十萬的產權 那你只拿五十萬 銀行他只有拿到五十萬在手中 他就可以說把後面的這個第二產權 第三產權全部砍頭 就是一毛錢全部都沒有這樣 所以就是說你買到第二或第三產權 就是產權有問題的話 你基本上這十五萬 有可能就全部都沒有了 一毛錢都拿不回來了 所以你第一產權的人可以把你第二天的產權 全部都看到 但是買的時候 那拍的時候 應該你們是知道的是嗎 還是不知道 在拍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 為什麼需要五十萬 這個原因 因為我跟你講要查這個產權呢 基本上你們在買房子的時候 是不是要買一個東西叫做產權保險 大家應該說 他就只要買一個產權保險 他們可以給你一個不用錢的說 這個叫做Penuminated Title Report 就是說這個剛開始 就是說看一下 就是隨便幫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Penuminated Title Report 基本上是不用錢的 為什麼 它就是不用錢的價值嗎 因為不是打日代金嘛 所以 為什麼它要你買一個 就是說一千多塊 要真的買一個產權保險 不是一千塊就兩千塊一樣 為什麼 他們在做這個產權保險之前呢 他們要幫你做一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就是 Channel Title Search OK 他們要用這個軟體呢 把這個這個 這個防止它之前所看到的 這個產權有的 沒有的問題 要全部從頭到尾全部翻一次 要用這個 要買 要做這個Search呢 他們要做一個 要買一個軟件 有兩個軟件 全美國就有兩家公司在做這個軟件 OK 一個是Title Point 一個叫Titletrade 這家公司這個軟件呢 它 你用一個月要三千多塊 OK 這個軟件一個月就要三千塊 一年下就幾塊嘛 那你 這三千塊是 跟它申請這個之外 你還有 它按鍵 你每次按一個按鈕 就是說我要看這個我要看這個 它要再收你這錢 一次它要再兩塊錢 OK 然後呢 你要我去看呢 我也看不懂 說實話 我來美國的中國 我自己也看不懂 我就只能說都去找 就是專門看產權的人 而且這些產權的人呢 他們是已經看了25年的人 來幫我看這個產權區裡沒有問題 然後我還怕這個25 這個就是說這些人呢 他們 就是說看錯了 OK 出差錯了 OK 要是出差錯的話 本來是 就是出差錯的話 到最後還是會 還是問題還是在你身上嘛 所以因為有時候他們還是就是說 比如說啊 看太久了 看太多東西了 只是看錯了 找兩個人來看 比如說今天要一個人看過 說沒問題 再下一個人在看過 說沒問題 我們才敢去買這個東西 OK 所以可以想像就是說 要查這個 罰拍的這個 需要多少的精神去 就是光看這個產權的問題 然後呢 所以我們有這個 就是說 Cowlipot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買到的 但是這個紫色的話 就是說 OK這個產權有問題 買到的話 也會變紫色了 所以就是要買這樣子 然後再就是要 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要看看 買價錢會不會太高啊 比如說買的是100萬的房子 只要到時候買到110萬 光買下來就馬上賠10萬塊 對不對 那所以很多啦 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 我們一些例子 的這個案例嘛 這個就是我們今年 這個也是法拍買的 這個在Chino Hill買 那時候我們買的價錢 就是77500 然後還沒裝修 就買下來以後你要趕人啊 那趕完人以後 要再做裝修 這個我們就是要趕人啊 然後趕完人了以後 然後他裡面還留了一隻很奇怪的 動物在裡面 那那個 嗯 嗯 然後就是裝修裝修完以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然後就是 嗯 買到67萬金 買到100 107萬 沒有重建啊 沒有重建啊 就重新遊戲 好 大概花個差不多 10萬塊錢裝修嗎 然後 然後後來放這些都是一些案例 這個也是我們今年買的 去年買了買 嗯 72萬9 然後 嗯 賣掉了嗎 賣掉了 賣掉是賣掉 103萬 那這個也是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需要半年賣掉嗎 嗯 需要半年可以嗎 不是 我們又要趕人 還要再做裝修 然後 然後再拿出來賣 對 啊 要是說 裡面有住人的話 要是買法牌的話 百分之 嗯 怎麼講 要買法牌的話 你買10棟裡面 大概有9棟 前面的屋子還住在裡面 那 9棟裡面 前面屋子還住在裡面 那我們會幫忙你就是 做這個感覺的動作 比如說 我們通常有兩件事情要做 一件事情在下面談 我所謂的Captor Key 我給你的現金 能不能好好走 所以 9棟裡面大概有3棟會讓你談成 就是說 我拿一點你的現金 讓你走 那我們大部分 會至少給1000塊 因為你到時候又有找率子請他 也大概至少要1000塊錢 要幫忙搞定 所以至少會給他1000塊 希望他們走 最近花一次我對貴的是一個3萬塊 那是因為那個裡面有Rain Control 有Rain Control的時候就更麻煩 Rain Control就是說 他們有 因為洛杉磯有很多地方 有控制這個租金 就是專門點那種低收入付的 他就是開始 你一定要談好一個租金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要一直要 要他可以繼續租下去 一直到說 沒有租金為止 而且是他們來決定說說 就是說你每年只能剩下3% 3% 在洛杉磯的話 OK 所以 我們在洛杉磯買了 買了 要買到非常小心 你基本上只要做兩個單位 或者是康東的話 常常會碰到這個所謂的 我們做的 Rain Stabilization Control OK 就是RSO 他們的那個控制下面 而且有些真的是可怕 你不可以想像 OK 這又是另外一件子 我就是買了一個 控制的東西 就是另外一個 我曾經買到一棟就是說 他一個四十幾萬的房子 裡面有人住 一個月只能收八百塊錢的美金 八百塊錢美金 你每個月 你完全不能加 OK 對 你完全不能加這個租金 OK 就是八百塊錢 完全不能加這個租金 好 你也不能趕他 OK 然後你自己要住也不行 你一定要租給其他人 OK 而且租了這個其他人 也不如你自己去選 OK 你要租給其他人 這個選的人一定是要到他們 這市政府裡面 他們可以幫你選定的人 然後你自己人 然後你自己人絕對不能住在裡面 可以賣 可以賣 但是誰要跟你買的 一個月才收八百塊 自己又幫我進去裡面住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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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幫我進去裡面住 然後 那個就很慘 OK 然後這全新的 是他們那個 不會查到最好的地點 然後全新的 因為就是說 就像美國很多這種建商 然後他們 為了想要多在幾個單位 譬如說他這個地方 本來只能在40個單位 他要應急出來20個單位 所以他就跟那個市政府說 嘿 你現在給我 譬如說我改20個單位 我三個單位送給你 幫你做這個 專門給提售入庫的住這樣子 然後 他也 直接跟銀行貸款 譬如說給他們住這個 OK 銀行貸款給他 然後貸款給他了以後 他就申報破產 那這三個 就是幫 其實他全部賣掉 然後把這三個 就讓他走 就直接他們被拍賣掉 所以被拍賣掉的話 你要是不小心買到的話 你就是那是 所以也不知道 拍的時候也不知道 這就是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在 基本上我在這個 洛杉磯 去找廣告 Gloss Hollywood Santa Monica 這些地方我買東西 我都買得 心裡很毛 就是 因為我非常小心 這個是 這個是 Fountain Valley 買的價錢是 556,000 賣掉是 69萬 差不多 這個都是我們差不多 在這個把拍的時候買的 這個 San Fernando 買30萬 這今年也是今年買 改造了前30萬買 賣掉收 46萬 那是請問你們 格局改了嗎 還是取得當成的裝修 很難 很少 很少會改格局的 大部分就是說 除非就是很簡單改 要幫我們盡量回去改格局 改格局 是不是得政府整理 看嗎 當然不讓我們 看 看狀況 好 照理來說 你要做任何的工作 應該要做任何的工作 都是要經過申請 只是說你要經過政府 要跟他們申請的時候 基本上 大部分的包商 他們就會 要求你多加錢 因為他們變成 他們人還要宅去那邊 然後要 做一個動作的時候 就要 政府通過可以做的時候 他們才做 所以就是說 就麻煩了 時間很久 會比較久一點 然後他也比較多工 所以大部分 比較喜歡是把門關起來 然後趁大家不在的時候 就趕快做 這樣 所以你要是有小格局要改的話 基本上也都不會去申請 OK 去申請就是很正統 做很正規的方法去做 不過做完的話 我覺得都很難賺錢 因為他們花很多事 你基本上就是要省錢嘛 對不對 做最便宜 然後拿到最好的功效 然後就趕快把它賣掉 那你就這樣裝修的話 一般就不需要 申報了 除非被抓到 很多時候 有人被抓到 鄰居有時候會 鄰居有時候會 對 對 其實現在 CD也是比較偉大 他們就是看到 所以你要 還是要比較小心 對很小心 我們幫你拿 一家的工具 你不要讓人家得到 出去 不要操耀人家 這個也是今年買 買37萬 然後買掉50萬 五千 也是做了裝修 真的 有些很多時候就是 感人裝修 然後這是銀行屋 這個 這棟房子他沒有看到 沒有跟你講 這個現在是 他們現在有些 銀行要給我們的 這棟房子呢 你們要是有 喜歡去賭場的話 就知道說 Pachanga Pachanga就是在 Tamekua那邊一個 它那邊又有酒莊 然後又有 高爾夫球場 這棟房子他沒有秀 不過它後 這棟房子的後面 是高爾夫球場 它直接跟高爾夫球場 連在一起的 那 3700多次 204年代 在那個高爾夫球場的社區裡面 然後就在那個 Pachanga隔壁 它呢 這棟房子要賣給我們 好像 5值4萬 那基本上就會說 5值4萬 因為我們公司 基本上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 很多把牌 然後都現金買了嘛 然後後來銀行就知道說 我們買很多都是現金買 然後是把牌 買了 所以他就說 OK好吧 要不然我們銀行 已經鎖頭上已經 好開完了 你就不用去卡買 你就直接跟我們拿就好 然後在中間說 OK好 我給你5值4萬給你好了 那你看個鎖頭上 有客戶要直接接過去 大部分我們就直接給客戶 那這種房子的價值 在市面上面 隔壁是有一共賣掉 是 6值9萬 70萬了 他們就說5值4萬 你可能要多少錢 你就拿去 就這樣子 就很簡單 那這個大部分都不需要現金嘛 因為他們會 會 會 會需要現金 那這個是 Palm Desert的一棟房子 3100次 後面還有游泳池 然後我們 自駕差不多 五十四萬至少 那他根本價錢差不多 四十萬 所以就是買下來 後面就有十幾萬空間 你不要小看 像這種 Palm Desert的房子 這種房子真的是超正的 我有一棟在那個 Rachel Mirage 也是在Palm Street那邊 三千五百多次 我們買六十萬 OK 買六十萬呢 他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 Vacation 就是說這個 法 就是說這個 短期出租 短期出租 它從現在 從沒有 從十月份到三月份 一個月 就被人家訂下來 六千五百塊 所以每個月可以收出金 六千五百塊 OK 買六十萬 一個月就有六千五百塊 然後到四月份的話 才厲害 四月份的時候呢 在美國有一個 很厲害的那個 音樂節 在這個叫做 Kochella 就是在這個 Kochella 這個Pan Spins合幣 他Kochella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最大的音樂節 四天而已喔 四五六日 四天 我們可以收出金五千塊 五千五 OK 然後它有兩個 Kochella Weekend 就是說 它的第二個 Kochella Weekend 所以等於說兩個 Weekend 每個 Weekend 我們拿五千五 所以兩個加起來就一萬一了 OK 現在怎麼都已經訂滿了 一萬一 然後呢 再加它的這個 還有一個鄉村音樂的 那個音樂節 也在四月份 那一個 那一個Weekend 五六日一 我們是收四千塊 去年的時候 有人跟我們訂兩個禮拜 OK 就是那個Kochella兩個禮拜 再加快 我們去年四月份一個月 就賺了兩萬塊錢 就賺了兩萬塊錢 好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五六三的這一種 這一種 這一種在這個地方的房子 非常好的 這個Mocation 那這個 它現在跟我們 價錢也是 就是 轉華這邊拿 你剛才講的 在這個房子 怎樣不需要裝修嗎 新的 新的就比較不需要裝修 像這個比較新的 就不需要裝修 像這種比較新的 這個比較新的 1992年蓋了 這個就比較不需要裝修 這個是 Wallon Hill Wallon Hill 這個是白人區了 這個也是現在銀行要給我們的 那我們島中 比較不會想要去 Wallon Hill 不過Wallon Hill 是白人最近就佔很多的地方 他們 三千五百多尺的房子 三房三玉 然後給我們價錢 也才 不到七十萬 對啊 那市場價錢 拿出來賣的話 大概也差不多 那這個是洛杉磯的 那這個洛杉磯的 那這個洛杉磯的 大家大大都會覺得說 這個區不怎麼樣 但是其實它剛好 是在不怎麼樣的區裡面的 一個很好的區 為什麼呢 那個附近呢 我以前是在那邊實習 因為是在那個 USC LWay County USC Hospital 那種附近 所以 它的USC的 Medical School 也在那個地方 Cat School of Medicine 在USC的Cat School of Medicine OK 它的旁邊呢 又有Norris Cancer Medical Center 跟那個City of Hope 一樣的那個 OK 然後又有 USC University Hospital 所以基本上就是 很多實習醫生都在那邊 還有醫學生在那邊 所以 像你這種 就是很高級 2008年蓋的 condo啊 他們基本上是 最愛的 因為就在他們那個附近 OK 所以呢 他現在目前為止 收租金就1800 他們說 怎麼這個地方 1100多尺的房子 就是這裡 因為那邊很多 1100 然後很多 很多那個 而且1800還嫌 偏低 因為至少這個地方 應該可以至少住到2300 然後呢 他給我們加錢多少 才30萬圖頭 我是不是不變了 那個月可以說 6000多 對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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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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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 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有游泳池,然後我們的價錢是差不多,它給我們價錢差不多八十三萬,然後市場價錢是差不多一百一十萬,一百二十萬 新的移動房子,有個Linda,也是一個很好區,這個房子的市價差不多一百三十萬,它給我們價錢是差不多一百一十萬 然後這是ORH另外的房子,我忘記這種房子是多少錢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基本上跟其他地方比較不一樣,你看到這些房子呢,你是在市面上比較看不到的 然後呢,你會看到說,甚至就是說,你會看到這些房子比如說,好,銀行要,它在那個,就是說旁邊房子全部都拿出來賣一百萬 然後為什麼這種房子賣六十萬,好像便宜很多,但是已經Pending了,那Pending其實就是被我們收下來 其實是銀行給我們的價錢 OK,那所以基本上要買就是要經過我們這樣買這樣子,就是我們就可以買價了 OK,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隨時找我,好不好 就是請教今天,你這個公司是主要專注什麼,今後可以從你,靠你這個公司可以,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兒 或者你就是做傻拍屋的sales,還是什麼 我們公司基本上是,可以說是黃地產投資公司,我們專門是在做acquisition,我們專門是在買的 我們基本上就是收購這個很多就是以Hotel的方法來買很多房子 那你要賣給他 所以就是說有客戶要買的話,我們賣給他 然後有時候會把它package起來,就是說有不同樣的方法來投資 比如說想要跟我們公司投資的人來分享這些投資的保護方案 好,我們公司其實就在股上,很有興趣的話可以上,有機會的話可以上來跟我們再多聊一點 我照顧上去看,我看這個影片放在上,這個影片的很多官司 我們都上班是禮拜一到禮拜好上班,9點到5點 那你有幾種客戶,幾種客戶 一種就是說準備要買你房子,純粹就拿cash來買你,你提供房子 那個時候你的角色就像個agging,broker 就broker 那麼還有一種就是說可能是投資的味道和你共同投資 對,共同投資 對,共同投資的方法 就是我們所說的鑽館,就是我們所說的鑽館,就是一同屋的房子 平常就要買房子,買下來,比如說你是不是要再,我們跟我們買下來以後要做鑽館 然後再裝修,裝修完了以後再拿出來賣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拿現金在手上,要很多現金 然後你有很多現金在手上,你要花很多時間去選這些房子 確定這個產權沒有問題 然後呢,確定完沒有問題以後,再來就要趕著再裝修這些很多工嘛 很多時候我認識很多朋友,他們基本上就是醫生啊或者是律師啊 他們要跟我一起投資,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他們的計劃說說有人來幫忙,他們不管自己介紹 那所以他們就會比較喜歡那個我們就是這個一條龍服務 那一條龍服務的話是這樣子,就是你不用全部現金一次全部拿出來 今天譬如說我們會問說,今天我們拿到這種房子本來是一百萬好了 那一百萬我們拿到,我們就是說到時候賣掉的時候賣掉一百三十萬 那一百三十萬的話,我就說你要不要投資 好,我放個十萬,另外一個人就五萬 OK,我們就把大家全部放在一起 這一百萬的錢放進來呢,我們放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所有的禁止裡面,就是一百萬的全部到這個一百萬的禁止裡面 所以你佔十萬的話,就等於說佔百分之十人 然後再要是五萬的話,就佔百分之五 所以就是說你至少這個錢都在這個房子的禁止裡面 而且有產權來保證,這個錢是安全的 然後呢,再來呢,就是說我們在我們不是要說港人,然後中修這些什麼東西 然後就這些錢呢,需要錢呢,工呢,全部都是我們工資來做的 OK,比如說 那個這個,這個這樣的形式是用信託在這個房子嗎 我們用信託來那個,來,來厚度這個產權 用信託來厚度這個產權 對,用信託來厚度這個產權 然後大家會在這個信託裡面佔有相當的股份 大部分我們不會太多人 就是說我們這個,基本上就放多少嘛 不過大部分大概兩不幾 五個十個人這樣,都會滿的 而且這個是非常的多 那個什麼,錢進去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保證一個百分之五的回收 就是說百分之五的利率的回收 就是說今天這個錢一進去我們這個account以後 我們就開始可以保證百分之五 OK,所以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今天買了,然後做完裝修啊,感人啊 這些全部做完以後,這些錢是由公司來做 有時候要花五萬十萬 OK,好,然後我們把這個房子拿出來賣掉的時候 我們就會第一件事情先把本金還給你 比如說你放多少錢十萬,九十萬還給你 一百萬,然後就全部進去了 OK,大家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把你的利息錢給你 OK,你百分之五的利息多少 我們就全部給你 OK 所以利息給完了以後呢 我們才把我們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費用收回來 比如說我們花了十萬塊錢來感人啊,裝修這些東西 我們是把你的本金還給你以後 再把你的利息給你以後 我們才把那個費用收回來 OK,所以扣掉這些錢以後 比如說一百三十萬 我們就賣一百三十萬了 扣到這些錢以後 譬如說還剩下譬如說二十萬、十五萬之類的 那我們再來評分 就是說七萬塊錢給所有的投資客戶 我們跟我們公司拿剩一半 意思就是說 要是我們公司沒有幫客戶賺到錢的話 很有可能會賠錢 因為我們有把這個費用先輸掉了嘛 我們就等於說保證你的本金還有利息 就可以達到這樣 然後再多段的 對,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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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們那些 那你們那些 最長的周期有多長 最短的周期 最短的周期大概四個月左右 最長的 最長的話大概一年吧 所以百分之五會覺得每個月給 百分之五我們大部分是最後才給 要最後才給 對,有另外一種的話是每三個月給一次 因為要不然的話有 counting 類似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有一種類型呢 是比如說我們是大家一起去投資這種 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 這個 income properties 比如說三個單位四個單位 每個月可以收租的 像譬如說我們買最近有一棟是在那個 redownload beach 這redownload beach的話 買下來以後就馬上收租了嘛 那收租的話 我們還會再把它renolate 那收租的話 但是用收租的話 我就沒有保證這百分之五 我們就會跟大家說 收租金多少 然後拿租金當作是利息給大家 那每三個月我們就分一次這個 利息給大家 然後到最後賣掉再賺多少錢 再賺一次 像譬如說我們最近這個redownload beach 我們也是買差不多90萬 然後每個月可以收差不多 差不多七千塊錢吧 那七千塊錢的話 我們每三個月就會跟大家分享一次 然後到時候就是說 賣掉的時候看賺多少錢 再跟大家分享 這是另外一種投資性 我們會說這個叫做IPS 就是Income Cost Publishing 那這個我們已經做買多了 這周期也差不多六個月 七個月 我們也是想要趕快把它收掉 有時候會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像最近我們買一個San Pedro四個單位 才買87萬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買下來的時候 一個單位上把它收租金一千億 然後結果 收租金一千億了以後 然後結果 我們一買下來以後 當天就去跟他們說 我們要加租金加到一千五 一千六 做一千一次加一千六 那那個地方我們買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他租金太低了嘛 所以就我們直接加上去 那他們 我想說 至少會有一半的人會走 因為我們想要把它裝修完以後 等它租金加到 結果還沒有發生原因 所以 基本上以我們來看的話 你這個本來是87萬的東西 你現在租金加了400塊錢上去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的價值 一下就超 拿去87萬 你什麼事情就沒有做 你就直接增加價值到超過100塊以上 這就是我們在說之後 你怎麼要去 好 看到房地產的潛力 從今天你剛講的 可能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project 對 如果說我投資我投入的話 我事先 你先是要post你這個事情 還是我先把錢給你去幫我選擇這個project 我自己的知情權會是怎樣 像我們所說的這個大家一起參加的話 是我們會先說我們有這個project 你再決定要不要把錢放進來 所以你可以選出你要進去哪一個project 那要是自己 比如說你要買這個房源 你要自己買的話 就是說你要自己 我們每天會把每天有訊息 我們有了什麼東西 我會把這個所有的訊息 全部都給你 然後跟你說這個會這樣子 那個會怎樣 然後用我們那個 opinion來跟你說 我們覺得會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讓你們自己去做決定 看你們要怎麼做的 所以這個效果是兩次的 因為像我跟我們說很會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就是台內 基本上 對 常常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 我們內部的手還不是很夠 所以常常發表不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愛神會找一定跟我們講 其實就很快 一定能分辨 那你怎麼會確定 你有信心需要嗎 好 要跟我們打 要跟我們打 就是你跟我們登記一下好了 那能夠在 實際上也跟我們看 因為現在還不是 對 就是我們人手不成功 對 所以像很多這個 像有相貨出來的時候 還來不及講 就全部都壞掉了 對 那陳先生你怎麼區分 一部分可能說我客戶 我感興奮 我準備用Cash這些門 另外一部分 你就是把這些投資的 你來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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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做我們公司來做決定 你從我們公司來做決定 由我們公司來做決定的話 基本上是這樣子 很多時候 我們要看就是說 哪一些 哪一些 比較適合 那個 Hongh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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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 我們客戶 他們比較喜歡 March 所以大家買來買去 就是Honghue Honghue Honghue 比如說 現在給你看這些 我公司做出來 就發現 什麼地方是West Hill 什麼地方是Kalabasa 什麼地方是Honghue 什麼地方是Honghue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公司比較 有這個 有這個胃口感 去其他地方去投資 我現在有些客戶 他們就比較敢了 去投資什麼英國 我們這些地方 我還沒有到那個胃口感 去投資這個South Central 就是我們做這個黑人區 都在這裡 不過因為他們說最近 在那邊要蓋那個 新的那個 新的美式足球 那個 的Stadium 所以就是說他們 敢去 就是說這個 那個地方被賣 因為那個地方 照理來講 皇帝才會開始賺 OK 所以就是說 看每個人 敢 命運就有胃口 OK 我們有些時候 我們對這個 什麼無文綸廳 這種地方 就是說很不錯 不過我們在這個地方 賺蠻多 因為他們這個是白人區 大部分裡面區都很不錯 而且房子又蠻大的 三千七三 所以蠻下 基本上 很不容易賺錢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看的東西 跟大家看的東西 不見的東西一樣 對不對 像這種 打拍 有沒有商業地產 有商業地產 有商業地產 像我 做到這邊 是不是有差別很大的 商業地產的話 基本上就是看 你要是哪一種商業地產 因為商業地產分區 分別很多 我們所謂的商業地產 就是包括 你是要收租金的嘛 收租金的話 就是有 你可以說 普通的那個 MFR 就是多單位的這個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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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買上一棟股結之前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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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收租的話是這樣的嘛 那你要是做商業的話又有其他的 現在大家最喜歡做的是Warehouse 為什麼呢? 現在大概四五年前的話 2008年年的時候 我們所說的工廠Warehouse 基本上都是像過激老鼠一樣 你再多的Warehouse 你去銀行貸款也沒人敢借錢給你 現在Warehouse真的是紅到風在紅嗎? 為什麼? 基本上因為大家買東西都是在網路上面買的嘛 所以你只需要這個所說的工廠 放東西 很多東西都有嘛 但是還不只這樣子 現在Warehouse最紅的地方 為什麼現在大家喜歡種大麻? 種大麻的話你又不是在家裡種 不好種嘛對不對 因為工廠裡面一差 就可以出了好幾萬份出來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不知道多少客人都在找我 還幫我找一個Warehouse可以拿來種大麻的 哈哈哈 所以這個Warehouse現在也是很紅啊 就是最紅的話 當然是商業地盤就Warehouse 那我們公司現在在做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在做這個對面的我們公司 分開對面也是我們公司 就是做這個 第一層樓是拿來做商鋪可以拿來賣咖啡啊 麵包丁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然後二層樓三層樓四層樓是拿來可以做地料的 就是地料大樓 OK 所以這個就是大樓只不過像這樣子的類型 也是出租吧 沒賺錢的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商業樓 還有問題嗎 我覺得說有些很多細節的東西 你們想要多了解的話 可以就是說 上哪個公司 我這邊應該有很多資料 可以直接到樓上 樓上是645號 怎麼會加到你的email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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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那個什麼 我讓那個 由你下來跟大家加 加一加加加微信 好就是說你們要做明天就給我們明天 就是說你要開始收到這個email的這個list的話 就跟我說一聲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email交到 我們每天可以把這個 隔天要發派的訊息 然後有這個新的那個投資的項目出來的話 你們可以考慮 好現在手上有一個投資項目 是四個單位在Hanthedon Beach 四個單位在Hanthedon Beach 它是五千多尺 然後五千多尺 然後一百三十萬 離海邊大概才五個 哇 那現在它全部都是condo style的 然後現在最近有點偏低 然後說我們也是想要買架 然後就馬上加入 現在這一種這個email list MFR Mashan Feminist 我覺得說這種多單位的是非常紅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我們鎖定以後 就後面大堆人都還要買這個 就都想要跟我們家家買這種多單位的 因為這種多單位的呢 大家覺得說對這個前途 房地產的前途不是這麼確定 那你買這種多單位的 你不管怎樣都可以收個很高的這個租金 因為這個租金領委往上面漲 為什麼他們要增加利息嗎 要增加利息的話 要大家又那個工資又開始增高了 本來是什麼美國 美國要把那個enum wage 從現在十塊錢到十五塊錢 那要是當老闆都快瘋掉了 不過好處覺得說你這個租金領可以增加 因為大家現在有錢可以付出把租金 他們買不起房子的話至少可以出房子嘛 所以現在兩個單位 三個單位 四個單位 現在都超紅的 我記得那個Returnal Beach 還有兩個單位 一個那個兩房兩玉的Returnal Beach 一個月可以收入金到差不多 相近四千塊三千塊 在這個Duardi Condo 也是兩房兩玉 一個月收入金是四千塊四千塊 為什麼有很多這個國內的 住月子啊 什麼那些都需要像這一種類型的話 現場的同學 請把握機會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有問題的可以發問 我們現在還有二三十個問題 我是Rudan 我有幾個問題 一個是把握是我們這些Agent 你是農村家 是不是像你們這樣的 一定要求的經驗可能參加 法拍不容說大家不容參加 其實法拍是大家都可以參加 只是說法拍它本身所需要經過的風險 是很難去... 我一開始做法拍的時候 我根本連執照都沒有 我是被逼著去拿這個broker license 才去考的 但是它中間其實最主要不是在licensing的問題 你在美國要拿licensing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是這個中間的風險 就我們剛才在說這個產權的問題 你公司的老闆broker 他們也不敢做這一塊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產權呢 你要去考錯的話 就有可能你放下的投資 全部都回不來 OK 像前一陣子有一棟房子在Adusa 它才六十幾萬 然後市場價是八十萬 然後你買下來就可以直接賺二十萬 結果沒人敢去標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產權很奇怪 就是覺得說他們覺得說 這個上面有一個就是 有可能是這個產權是騙局 所以你要我去碰這個的時候 至少我們知道說有這個問題 那你敢不敢去碰這個東西 這個騙局的這個產權 看你敢不敢去碰這樣子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常常會碰到這種就是 就是產權 比如說他們被告 被誰告 被美國政府告 那這個美國政府告的話 他們放一個這個所謂的令在上面 OK 大部分的令呢 都會被這個我們所說的 senior令把它給歪爆掉 那有些東西 比如說mechanical令啊 這些東西 你有看到在上面的時候 你敢不敢去買呢 因為mechanical令的話又很tricky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說 不是我們自己敢去做決定的 真的就是必須要經過這個 產權公司 他們來幫你鑑定以後 你才敢不敢去碰 你要說嚴格來講的話 不是說我沒有特別的這個執照 或特別的能力去看這些產權 我也需要花很多錢 去請專門做這些產權 鑑定的人來幫我確定這些產權沒有問題 我才敢去碰這些房子 這樣講了解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 蛤 因為我自己 對我自己本身 我沒有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要是去 只是我沒有事情 我只是當醫生的話 我自己就可以賺很多錢了 我要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要不是確定說 百分之百確定這個 絕對沒有公信 我是絕對不敢去碰的 對不對 這跟license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應該是說 因為他們付不出來這個貸款呢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保不住他們的房子 然後銀行拿出來賣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價錢反而會比市場場加面還高 所以基本上 因為他欠的錢比銀行 他欠銀行的錢 可能比現在市場的價錢還高 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銀行拿出來拍賣的時候 有時候拍賣價就比市場的價錢還高了 這樣解釋大家了解嗎 不過很多時候銀行他們認賠 他們覺得說算了 我這個錢回不來了 他就會降低很多 為了就想要讓他趕快走 因為他們本身不是這個房地產的broker 所以他們不曉得這個房子的價值在多少 所以有時候他就很便宜的話 把這個房子讓出來 就讓他走掉 我曾經就是說 買到一個在Pomona 他本來是欠房 他很大的兩棟房子 他是這個單位的 很大 他欠銀行的那個貸款 就欠了八十多萬了 我們買到價錢是二十三萬 就是因為他不想要去處理這種房子 他後面問題很多 所以二十三萬就讓他走完 常常是會碰到有這種狀況 但是不是每次都有 所以我們在做這方面的時候 就會碰到風險很多 為什麼 就是說你除了要確定產權沒有問題之外呢 你還要看這個房子 到底有沒有那個本身 有沒有價值可以買 因為你買太高的話 比如說你當時要再做裝修 我們曾經碰到就是說 裡面什麼東西都不用碰的 進去 就是一個遊戲就可以直接拿出來賣了 或者是呢 就是進去呢 什麼東西都要做的 我有一棟房子現在在LA啊 他是那種Historical的 爛到就是說地基都沒有了 房子都開始快要塌下來了嘛 那塌下來我就算了打掉重做的話 大概還可以賺錢 但是對不起他是Historical的 Historical就是說說 他是有那個歷史性價值的 所以CD他不讓你打掉 所以不能打掉的時候 那更慘了就是變成你只能把他做原來的樣子 然後就是說做原來的樣子把他重新做出來 所以你寧可把他打掉 但是就是很慘 我這個要花個 全部要花差不多 將近四五出來 把他做出來 修復 對呀就修復 對 所以就是說你在做這種 當然就是說EO他好處就是說 你差不多要買很多嘛 所以就是說多多少少會碰到一些 有幾個會比較不好的 然後不過大部分時間都是還是可以碰到很不錯的 有些時候像比如說去年他們 有些都在Glandale買70幾萬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他就直接拿出來賣120萬 再再再再再再我最後一問 就是前面一個就是說你做這個broker 就是做sales 那我到你這邊 那你就我和你之間的關係的話 我就是付你broker費 還是還是你有special service那種cost 我要付你 因為你這個不僅是broker 你還要你還要幫助 如果我要這個proptate這個title了 這就是我要去 對真的 這個我們要幫你買的時候 就是確定保證 就是用收一個收一個Bee 如果你是說全部買下來 是自己買的話 就是當像broker這樣 收你一個Bee 不過我們會go out 會就是說我們會幫你做一個service 會幫你確定就是說 拿到這個position 比如說要趕人要多少錢 OK 你自己出 但是我們會幫你上罰 出法庭 幫你去跟他談 中間的費用需要多少 沒關係你說 但是我們會找人 就是說該做的事情 我們公司都會幫你去做 讓你講了解 這是一部分的服務費 那你房子你賣給我 那個時候屬於是 你是一個中介 還是房子已經在你這裡 是一個中介 那我還要付你 你已經買下來了 還是沒有買下來 有些時候是我們已經買到 大部分都是 沒有買錢 就是幫我做agent 在一把牌的話 基本上我會跟你所有的訊息 然後隨時我去幫你買 基本上算是一個中介人去幫你 一個中介人 那我跟你之間 我要付你的這個費用 買到才有 這個費用 然後這個費用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說實體價錢 老實能在講這個事 剛剛你看到法拍的銀行拍的一點嗎 法拍是這樣子 就是說 嗯 就是說 OK 我們剛才就是回到第一個 slide 走啊 OK 法拍的話基本上就是 嗯 今天 OK 法拍就是 銀行他們要把這個房子 放到他自己名字下面前呢 他一定要經過法拍 才能把這個房子 然後變成他們擁有 他們之前的時候 他們只是算是一個 他們只能把他放著一個 trustee 他們基本上只是說 他只是帶款給你 他沒有擁有這個產權的名字 他不是產權的名字上面 他一定要經過這個法拍的程序 OK 法拍程序才能把這個房子拿下來 變成是他自己的 OK 然後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是在這個法拍的程序的時候 去把這棟房子 把它給搶過來 那他沒有辦法就是變成是 應該他們自己的房子 銀行很多時候他會降價 在這個法拍的時候 降價把這種房子 賣掉 給我們像我們這樣的人 為什麼因為他們自己不是 對房地產這方面不熟 他們拿下來這些房子 他們要處理很麻煩 所以他們常常會寧可降價 拍賣掉 在這種 那在拍賣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所說的法拍 所以不需要有的一個交易 還是和原屋主持 不見得對嗎 實際上還是和原屋主持 那個 應該是過的嗎 沒有 就這個就完全沒有經過 過 沒有 所以就需要指導 這個就是沒有 不需要指導 不需要防禮產工具 對 不需要防禮產工具 這只是一個神的費用 你剛剛說是有福 這個時候owner是誰的 是法院 這個owner呢 沒有在法拍的時候 基本上 owner呢 是前屋主經過法拍的程序的時候 owner就變成什麼 所以法拍是就是說 owner應該算是一個 trustee trustee就是說 他們這個中間人 代表原來的屋主和銀行 OK 前面的屋主 他已經沒有賺貸款了 所以這個中間人說 OK好 你已經做完該所有的法院程序 現在你可以到法院 法院把他的房子給賣掉了 所以他就叫法拍 中間人才是trustee 就是他們的中間 那那個像銀行拍就是法拍留拍了 然後沒有辦法就給拿出來了 就是說法拍的時候 像譬如說很多時候現在銀行 他們就是說他們後面可以很好 處理這些房子 所以他們 就是會拿回來到手上 那基本的銀行物吧 OK 他現在銀行給我們很多銀行物了 我們手頭上很多銀行物在買 剛才給你們看的一些就是很多銀行物 對 銀行物也不會上市的嗎 嗯 也不會上市 上市必須 他會上市 他基本上都已經到法律 是必須要上市的 所以說他們寧可有時候 常盤就直接給我們 比如說他會這樣上市一百萬 他覺得我們就說七十萬之類的 為什麼因為他們難得處理後續的工作 那像這種不經關的話的話 那個開頭怎麼保障 嗯 這個 像法拍的話 就是說我們公司幫你保證這個產權 要是產權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我們把錢還給你 然後把房子買過來 OK 所以這個有問題的產權就是 直接從我們公司來處理 這是法拍的話 OK 那經過要是銀行物的話 再買的話就會經過EXCRO 就會經過這個代書 那經過代書的時候我們就會 那現在買產權保險不是一定要買的 所以這是去年才開始那個加州的法律 之前呢你買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做買產權保險 但是現在不見得一定百分之百需要買產權保險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買產權保險 那個就是不管怎樣是買一個鞍金 OK 有什麼問題的話 至少最壞的狀況產權公司他們必須要處理 那第一種情況 從你這裡買個房子 你再幫我賣掉 你也做 我們可以幫他賣掉 再賣掉 通過你這裡的 我們 我們要是你本證已經有中介的話 就是已經有專門做Broker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就從你的Broker那邊來處理 OK 要是你已經有Broker的話 那就是說你之前你完全沒有Broker 然後在這邊就全部都要自己來處理的話 我們是可以幫忙的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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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有Broker license 所以他們考上的執照的話 也可以掛在你們公司嗎 對 你們要說就是說 考到Broker license的話 想要掛在我們公司也是可以 而且我們是 因為我們對我們來說 我們這個Broker的部分 基本上是比較像是在幫忙大家 就是說說 你拿到執照以後 我們只是說說 OK好我們 銀行給我們貨的時候 我們趕快希望不找一些人下面 可以趕快接過去 趕快接過去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說說 OK好大家 大家 參加的話 加入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說說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貨員 可以趕快出去給大家 跟其他公司做法比較不一樣 大部分就是說自己要去找其他人的房子 然後選他來賣嘛 所以我們收的費用非常低 因為我們基本上 最主要是要把這個 把牌人這個東西 趕快給多一點人可以看到 趕快給多一點人可以買去 這樣子 為什麼說 你把牌人的房子 是怎麼樣付款 是要付百分之房 可以全部 大部分是必須要用 行進去買 全部嗎 一自信 就是因為這樣子它才會便宜 大部分就是這樣 要不然的話 有時候它是可以讓你用高利貸貸 但是它這種的話 大部分不是 我們把高利貸貸貸 因為很多時候它看不到裡面 即使是銀行物 它很多時候還看得到一半 那看不到裡面的話 包括公司 他們需要做一個 裴走 需要做一個股價 根本就沒辦法做了嗎 所以大部分也是只有這個 高利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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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 借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用 利益的 在国内有说 把你拍的 然后我在那买 我在那买的 我再去购买 我在那买你的 有一点有购买的 大部分差不多你要 Astronomable 买现在很快 你买下去之后 比如说产权变成你的 所以我们半个月就会出来了 很快 之前你跟银行已经说好 我一接开了 就是说一买一下之后 然后直接把这个 这个改善的高益代言去掉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战略,有些人比较不愿意 看看你碰到哪一个,我跟你讲我听到从那个从6.5%到11%都有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8.9% 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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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两个不止6.7%的话,八九吧,我说 6.7%的话是台下看里面的 6.7%的他们愿意不用看里面的大概至少要9% 而且他们听到比较多会比较夸张,都是东北要说前面要先收个3% 然后后面再加9% 然后对,犹太人更夸张,犹太人也做要去吃一吃 我说那个,就看你碰到谁 再请在一个陈先生,你公司现在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在加州 南加州,南加州,南加州,整个加州 在加州,南加州,一般多的那种,上对也有七十万 就是从Santara County,San Bernardino County,Riverside County,Talston 能不能讲一下你这两个年龄,不是玩家里面的 会走趋势或者区域形成的事情 大家都说明年会,大家都觉得明年会比较 他们说降,就是说不会再涨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都很难讲 因为就好像大家说,川普上任的时候的话,这个大股份会大跌嘛 结果现在不跌啊,反炸嘛,对不对 就是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样,什么样的走势 整个的南加州地区是土地供应和这个 因为国内,国内的土地和保护的问题 在这边有没有这个土地供应和这个人口 美国土地有点蛮不错的 就像南加州的一块了吧 美国土地太多了,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是没有土地,但美国的土地上太多了 所以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说 在美国,同志土地,除非是在那种土地的时候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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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就是很,很,很密度很高的地方 像不在一起,很深大,什么在一起的地方 要不然的话,怎么样,永远是还不完呢 有什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看看要不要 我想请问,我想请问一个问题,老师 那个,法拍屋之前,他有没有说有 open 时间让大家去看这个房子 法拍的话呢,就比较没有 法拍的话,大部分呢 因为要是前面的屋主还住在里面 他是强行被卖的 他们不是说,OK,屋主,心甘全意,情愿让你卖 他是,除非就是说,他是 我们说,他有经过这个短售的动作 就是short sale的动作 short sale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屋主和银行都同一起拿出来卖 OK,因为,为什么会short sale呢 就是说,OK,好,我现在不出贷款了 但是我要是房子被拍卖掉的话 在美国这个信用很重要 你要是房子被拍卖掉,你信用就全部没有了 你信用没有的话 你大概这一生不用再想要贷款买房子了 OK,所以他们基本上为了 为了救他们自己的信用呢 他们就会愿意说 短售short sale他的房子 short sale的话呢 OK,有几个问题,OK 基本上要是比如说 今天这个动物房子你买的时候是50万 你跟银行借了40万 结果这个房子跌到30万 那你现在卖掉30万的话 你欠银行40万 那你后面这10万块钱怎么办 怎么去处理这个 10万块呢 银行不会说,OK,好,你卖掉30万 你欠我这40万 这10万块钱就让他分金正罚 不是这样子 他就是说这10万你还是要还 你还是就是说哪一天要把这10万块钱还掉 然后这房子他就有个定在上面 所以常常会卡在中间这个问题 就是说好,我40万 本来50万的房子,我30万卖掉 没办法cover的话 那没办法,还是要被法拍 大家了解吗 好的 所以就是说银行愿意这样说OK 好,我可以把这10万给丢掉 为什么这sure sale常常会没有通过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银行不愿意放掉这10万块钱 不愿意认为这10万块 OK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在法拍之前 是不会open给大家去看的 所以也就是说 怎么来了解这个法拍的这个里面的房子的细节 对,就是有show sale 他要是有show sale的话 就有可能有机会去看 就是说有这个短售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去看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就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但是也是大部分就是说 这种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在买这个法拍的时候 常常就是要马上做决定 而且就是说不懂看里面 所以就是我们会说风景比较高一点 我们常常比如说 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要做决定要不要买用房子 所以三十十万拍卖的时候 几分钟几秒钟 因为它就是一二三 没有就没有吧 那你认为程老师 有可能这拍卖的价 会高于市场价这种 这种情况实现 因为它都有随机的 对啊就是有啊 也有可能 所以你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就是说 在中间这个东西 要做的决定要很快 而且要看很多这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要经过 你说好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也说实话就是说 大家都做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中间的那个风险太多 要看的东西太多 你是要看四五样东西 产权 房价 地点 现在多少 所以还要经过 对啊还有很多事情 什么来说问题 对我们同学来说 看起来就是 如果他们还没考上执照之前 他们想做投资也可以找我 可以找我 然后他考上执照之后 嗯 一样可以挂在你公司 可以专门做 他这方面就 就不愁方便的问题 那就可以 有客户的话 也可以 他不管是他自己投资 或者是他有客户 都可以 对啊就是我 就是说 我跟文公司合作的Agent 基本上就是说 随时我们都会给他一个 嗯 就是说市场上面 不见得可以看到的货源嘛 就是说 随时都可以看到 然后另外就是说 呃 在很多地方就是 我们可以接很多 就是除了这个 呃 法拍之外 不同的见解 可以经过我们公司出去 因为大部分 比较像 Carol Williams 他们在卖的东西 就是市场上面 一种飘飘飘的房子 加一点价钱 或者早一点价钱 然后做个产品 这样子 我们公司就是有些 很多不同样的货源在手上 像现在有 就是有建地要盖的房子 有商业用地 啊 有不同的这个 啊 投资的方案 啊 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 可是我们跟其他公司 因为一般 新考上的 新的Agent 刚开始做的话 就比较从房源方面 啊 那照你的话 应该你这边就可以 有缘缘不断的 就比较好 比较competitive的价位的 对 基本上每天大家就会说 啊 怎么忽然之间 出来实行动房子 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 每天都可以很忙 哈哈 那这市里的房子 新的Agent 是Listing Agent 如果买卖的话 新的 基本上我们是 就是Provide的房源啦 今天就是除非 OK 嗯 OK 因为这个Lecture 我不要说是不是 大家都是Agent 或Boker 就是大家都是Agent 或Boker的话 我们所讲的东西 会完全不一样 OK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话 应该还蛮多 就是大家在座投资的 我们从投资这方面来讲 以后有机会的话 要是全部都是大家都是Agent 的话 我们就拿一个专门 就是Agent的Lecture 因为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销售特点不会 有点不一样 对啊 加一下音乐 加一下音乐 有名片 我这边应该有名片吧 有 OK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